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大家可以講一些輕鬆一點的題目 講一下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之前 因為今年的香港電影金晉獎 出了最佳電影十年 很多老闆級覺得出來的賽果很不滿意 最近出了消息說 想下一年的香港電影金晉獎 改了一個賽制 最後一輪投票 就不要這個專業評審了 就由這個熟會 香港電影的熟會 一人一票投票 就選出這個最佳電影 很明顯提出這件事的 基本上就是老闆 例如《熊祖星》 林建岳 之前十年出的賽果 黃八明 《家有喜事之父》 就說很不滿意這個賽果 覺得十年不應該拿這個最佳電影 所以他接下來趁你機會很滿意 就想去改了賽制 我聽到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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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的消息 就說他都沒有決定 他還要開會講 根本上這件事 基本上你聽起來 他根本已經很不合理的了 你根本就是輸打贏要 你覺得這部電影 你不值得拿最佳電影 可能下一部電影 你又覺得不是最佳電影 可能你又想改載制 那你就玩完了 其實補充 他以前是專業評審 首輪的評審有55%的評分 改了之後就沒有 但專業評審在第一輪都可以投票 只是一人一票 變相溝淡了 他們的重要性就大大減低了 很多人就說 你金像狀都這樣搞 就好像變成了另一個校委會 或者先前過不了的醫委會 其實這個算是一個操控 說出來 別人就會覺得 如果這樣 你一直這樣搞下去 那你跟健哥金曲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分別呢 那些公信力就一直減 我想問一下各位 其實你們在座有誰看過十年 我還沒看 我先排網絡 出來的時候 我有看 我也有看過 100錄也有看過 只有我還沒看過 只有我還沒看過 那你們覺得怎樣 或者反過來這樣想 反過來這樣說 金像獎今年是有五套 據我所知有十年 有 魯徐徐克的智翠威虎山 有 郭富城那一套答血沉 不是 不是 我記得好像是 葉文三 是葉文三 那你們有沒有看其他 就是有沒有比較 其實你覺得 是不是十字名歸 其實我只是 智翠威虎山 和十年沒看過 OK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還沒看過兩套 但我只是說 那三套戲之中 我覺得答決沉悔 最好看 如果你是專業評審委員會 那一票 你會投給答決沉悔 我還沒看過兩套戲 但其實我 如果用一個限制的 看過這麼多套戲 我覺得是答決沉悔 答決沉悔 答決沉悔是最好看的 論戲 老實說 你問我的感覺 我也是自尊威虎山 我沒看過 不過 很多人都說 因為徐克 答決沉悔 答決沉悔 一定好過十年 但問題是 你最佳影片 你除了一個 因為答決沉悔的戲 今年有 夏年會有 前年會有 後 年年都可能會出這些 答決沉悔的戲 但十年的戲 因為很久沒見 因為有一個新的手法 其實你每一個最佳電影 你一定要在那一年 電影裡面 帶出一些訊息 對 他的訊息 對 那你可能其他那套戲 你的訊息都不太強 可能你對回庭審 都覺得 可能十年後 那套戲比較 那個訊息 香港電影金像獎 奧斯卡也是 奧斯卡也是 奧斯卡 那套戲 不一定拍得最好的 有一個訊息 好像早幾年 美國的Sniper 就是了 他講反正 他講那個 Sniper在那個戰場上 那套人稱 他的奧斯卡拍得不是最好的 很公認 但是問題 他曬出那個訊息 你講的奧斯卡 十年前 那套 段貝山 和另外那套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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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貝山那套 2005年 那套 結果打倒了段貝山獲獎 那套 其實割成本 拍得很便宜 又是用幾個故事來製成 有幾個故事 很少 低成本 大家忘記了幾年前 有一套 香港很低成本的電影 他都拿了最佳電影 電影 電影中場上 就是《打雷台》 拿最佳電影 是啊 拿最佳電影 那套又很低成本 不過只不過有些遠遠都是認識的 劉德華投資 林家棟是導演 好像 那套 那套又很低成本 但是他又拿最佳導演 我覺得挺會看的 再遠一點 就是九七年前的香港製造 陳果 又是劉德華投資 因為那套 低成本到怎樣呢 那套戲的 菲林是用人來拍戲 拍剩的 一盒一盒一盒 拍了九盒 拍剩的去拿菲林來拍 陳果就是實驗電影的導演 所以低成本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好東西來的 第一沒有包袱 第二是提罰生命的 那些投資痴慢的 要用大演員 大卡士 美人美景 年年都有 十年一出最佳電影的時候 林建樂 黃百明 黃祖星那些 就說十年一套戲 票房收入都 他說其中一件事 不應該拿最佳電影 就是十年一套票房收入 很差 很成 他用這個 蔡果 不投資 他們本身不知道 他只是這麼說 可能他都不知道實質的數字 收斂我 他只是這麼說 他有一個疑惑 他就說這套戲 本身的票房也不太好 他用這個理據來 說不應該拿最佳電影 沒什麼的 一百佬呢 好 我也覺得 電影拍攝手法來講 他未必是可以 作為獲獎的標準 但是就好像在座各位所說 他帶出來的訊息是很強的 特別是 我自己本身感受最深的 因為我在廣州 自己有一段歷史 也留意過一段時間 廣東話那一部分 其實是很深入我心的 因為可能在香港的人 那裏看好像天方夜譚 有一天香港已經不再講廣東話了 但是這件事其實 這件事是血淋淋的發生在廣州那裏 基本上 那一段話說出來的就是現在發生的事 有什麼例子 廣州發生這些事 首先你小孩子已經 學校已經不提倡你講廣東話了 然後你日常生活中 是很少機會可以給你 可能你去士多店買些東西 可能他也不懂 那個人根本不懂 那你逼著你要講波冬瓜 那慢慢慢慢 你坐的士 那些 那條路名 可能你說出來 又不是廣東話 那個司機 慢慢慢慢就你越來越少 即是今天廣州明日香港 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這部電影是拍得很貼地的 尤其是那一段是很貼地的 尤其是那一段是很貼地的 那一段是很貼地的 那一段是很貼地的 那些老實說已經發生 Vice- تم貼地的 已經發生緊或者已經發生了 老實說 你說它因為不能收取 那些全部都是藉口 都是說什麼大陸不喜歡 對啊 當你說大陸不喜歡 那些人就拆鞋拆開 十年很難在大陸上 沒有啊 紙彈都上不到了 名字都上不到了 沒有啊 促线帮大陆宣传的 那些人看到你卖了 因为他整段班长是没有了 后来那些人每年都有 但是为什么今年没有呢 他查回 谁知道大陆那些网写在今年最佳的影片 是叠了踏雪尋回的 会帮我改了菜果 改了菜果 后来这件事就有上了新闻 大陆那些 然后那些人找了十年 然后那些人找了十年 好像美国一套同名的西片 叫10 years 很久了 他找了那套影片以为 那套就是拿一张电影 但那套不是共产片 这样就有一些搞事的情况发生 但其实很多人 有些人是用自己的方法 看到那部影片 特别是无私限这件事 好像同类有其他电影 都是有这个问题发生 他去大陆又可以做同一件事 就是偷龍转鳳 所以大陆的电影 整天都发生这些情况 又拍一段东西 我不是太多大陆电影 我不是太喜欢看大陆电影 我们看一段东西 无端端就发生 只有一段东西 我们看不明白 但人们说很简单 好像有一部电影 无端端的电影 开头 有一些红色的马 在草原奔跑 跑了十分钟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不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红色的马 就是马列 好 他们就会看 这些东西 我们就认识不到 就是交一些大陆的元素下去 什么好不好都好 最好 全都掃在这里 听到好像王家卫 大陆的隐喻 那些电影的隐喻 就是我们在香港长大的 很难做 文霸差异 对 变形金刚就不是隐喻 变形金刚就直接说 香港是不行的 变形金刚来到香港搞破坏 香港的警察是废的 接着要叫解放军下来 要叫北京 一小时就下来了 就是了 军营很近的 解放军 是北京来的 那一集有一幕就是说 恐龙派在森林里 在树林里 那树林里 很明显是在大陆 不是在深圳那边 大陆很够远 但是一个镜头 就跳过来 太平山了 我记得是 为什么剪摺 在湖南 在四川 什么都很够远 一个镜头两秒钟 就过来九龙 是 因为 我们的极鬼人 都不太明白这一套 所以他们加上去 就加得很死板 上山牙 对 对 对 大陆整天 他们讲的戏 就有这些 整天都说 有侵大陆的导演 就整天侵这些东西 有时候过了关 有时候过不了关 但香港人 就不关这一套 有时候过了关 过不了关 过不了关 那附近香港 那套三人行 有些人是看到的 有些 柳sir也看不到 其实他里面有很多隱遇 这套 阿杜sir拍的 当然是很厉害 因为他拍了这么多隱遇 然后又过了 去到大陆 真的很厉害 因为 功手 他一向都高的了 你看看以前黑社会 黑社会 第二集最厉害 解明香港的选举 英文也是用选举的 我知道 但是他有很多东西 直接隐喻说明 你做一个黑社会 你做一个黑社会 你都要做一个爱国的黑社会 你做一个黑社会之外 你是不可以做阿姨 你一做要做最大的 你一定要拿到龙头军 所以他才说 古天乐 他不想做黑社会大陆 他只是想入大陆做生意 所以 大陆就阴点了他 你要拿到一支龙头军 你才可以入大陆做生意 就这样 不是那么简单 之后就说 他继续想你继续做下去 然后就给你个儿子做 是的 其实那种隐喻就是 他要维稳 是的 他要稳定 他要和谐 他不想你每隔两年就选 他想你 就算你不十年选 你都细世代两传 就算他每隔十年选 他阴点的 他都不想 他只要你继续做下去 他要你继续做下去 不要添添添添 握着肉颈 是的 你想想杜sir那时 十年前已经拍到那么厉害 然后这套三人行 即是见仁见智 那个评宇就 但是其实三人行 整套电影 就在一间厂警搭的医院 一个房那里拍了 整两个小时的电影 他围绕着都是三个角色的人 警察 医生和差 古天乐是谁 古天乐和赵薇和中康梁 林家冬也有点 中康梁 夏泉 林家冬也有点 林家冬也有他训练 他也有他训练 他有什么 潮州就是这样 赵薇会的时候 已经有他训练 那其实我看得到的隱喻就是 就是警察 我不剧透太多 警察呢 他就代表一帮 在香港里面一帮 有疑气 但是疑气是概括公义 另外那个医生 就维护公义 但是呢 就概括了现实 就是他整天的心 医生的心想着 我要行公义 但是现实走出来 是弄口反着 就不是那回事 就是他搞我的事 另外那个大贼 那个贼就送到医院 那个警察就是监视着那个贼 然后医生就医了 那个贼 那个贼 当然就代表了香港一帮 很有工心计 和思想操控的一帮人 那这三种人 意气概括公义 就是有兄弟 就可以老闻 其他人 就是意气行头 公义概括现实 公义概括现实 就是自己想象一下 那这三种人 是否左交 公义概括现实 公义概括现实 是否左交 公义概括现实 就是自己想象一下 自己想象一下 那这三种人 困住在一个病房里面 困住在一个小小的香港里面 香港在一个囊里面 困兽斗 就是三种人斗法 其实这个也反映了 一个香港今时今日的社会 就是这个大陆那个 大陆那个 大陆那个 沈批哥是看不到的了 看到就Block了 看到他就 香港就 就进不到大陆的了 这部电影 暂时看不到 暂时看不到 那讲开这些 就是有隱喻的 有隱喻的 政治性的电影 那韩战就没看了 韩战听说 都有很多这个 很多政治隱喻 在里面 韩战没看不清楚 那我又想讲一下 先前 美国国庆当时上 就是差不多 国庆当时上那一部 叫做 拍到第三集的 郭定杀同日 The Purge的大选年 香港就叫做 大选狂徒 屠杀的屠 那这部电影 很多人看到是一个 一个血腥的电影 就是哗众取宠 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 就是一个隱喻的 就是所谓 国庆杀落日 其实就是说 社会怨气太深 社会怨气太深 或者有时候 你很不妥理 你很不妥理上司 或者你很不妥理政客 或者我很不妥理 它每年 就彻底了国庆杀落日 就在那十二个钟头里面 你是可以杀人 你是可以 犯什么罪都不会被人起诉 是的 就可以犯什么罪都不会被人起诉 但是呢 就只可以用枪 或者枪以下的武器 就不可以用什么炮弹 那些什么的 那这套东西呢 这套东西呢 就是它说的 这个 这个当然 虚构出来 是一个新政府组织 叫做NFFA 就是New Founding Father of America 这样 它提出这个 这个国庆杀落日呢 就因为 有这个日子呢 你其实就会 减低平时那些日子的罪案率 那也都会 变相呢 因为有这个规定 就会 带旺了很多的工业 带旺了很多的经济 就是这个包括 枪支 这个包括 这个保险业 这个包括 包括 保险业 和枪支买卖 和这个医疗服务 那天死了 还有一倍 那就是 他呢 他呢 其实这部电影呢 他就 讲了这个枪支 又讲了这个 他和人分为等级 这样呢 都很有陰谋论的 其实你看看 因为他将人分成等级 分成十级 那么十级以上呢 就是 就是那些政府 和公众人物 和那些官员呢 你就不能下手 他们就 就是 就是 豁免 豁免了 免死金派 是的 豁免的 你又不可以杀那些人 那你只可以杀那些 只可以杀那些 那些 低下 低下階层的人 他将人分成等级 嗯 这样 这样 赞成这些人呢 就会发泄他的不满 这样 但是很多人呢 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反对念头 就是没有这个 犯案念头 就将 嗯 就是他其实 那个 那个 那个隐喻呢 就是他将 代入现实的社会 就说 喂 其实这个社会上 很多低下阶层 很多那些群苦大众 很多那些流浪汉 很多那些 所以用这一天 来清除了他们呢 其实是对社会有好处 就是这样的 哦 就是 很有益 是的 所以其实他不是一套 不是一套 不是一套血腥的电影 他有message 但是告诉你 有很多思考的 是的 是的 那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就很喜欢这部电影 那这一集 就讲到大选年 就是他 就是他 就设合回今年大选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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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我不妥 我不妥这个政客 我去买起他 那那个政客呢 就是 那个女的 就是类似 就是类似 选战那个 类似 选战那个 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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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看 我还没看过 我还没看过 你看到的时候 就有很多反思 枪支管制 就是他八岁都可以买枪 就是我平时不妥你父母 不妥他父母 就杀了那个父母 那这一集 再加上一个地下组织 就是反 反国定沙六日的地下组织 那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就是以牙还牙 那样 多了很多枝节 再加上总统选举 就是 讲开电影 讲开这个 这个政治的隐喻 那其实也有很多 其他很多电影都可以讲 是的 可以讲 可以讲很久 是的 是的 这个特别版 你这个 讲这个香港电影 和讲这个政治隐喻 就讲到这里为止 好吗 好 下次有好的电影 我们再讲过 好 OK OK 拜拜 拜拜